他开心是因为可以买大麻 那他们有没有机会呢 力争休闲用大麻合法 圣和西发放兑换券 昨天在美国加州圣和西 有团体发放大麻兑换券 提醒大家年底的大麻合法化公投 如果大麻如愿合法 兑换券可以换到一刻种大麻 也就是这样一点 这对夫妇特地来支持活动 因为丈夫有强迫症 要靠大麻调剂才可以正常生活工作 他表示社会贴标签认定大麻有害 让他在公开场合使用时被歧视 价钱也越来越昂贵 另外也有人认为 严厉限制只会继续鼓吹 非法种植和贩卖 对控制大麻根本毫无帮助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